前几天我们讲到江哥的妈妈 这个如是重负 因为法庭判决 她胜诉了 这个告营了 留心 留卵心 那这个一审判决结束之后呢 江妈妈这个之前的奔波啊 总算告一段落 今天呢 这个江妈妈又上了热搜 什么原因呢 因为江哥妈妈考虑 做直播赚钱 她说这个我现在要赚钱养活自己 你们支持我做直播带货吗 她问了这么一个问题在网上 很多人都非常支持 说你卖 你卖什么我们都买什么 其实每个人都希望 你自己的棉薄之力呢 支持一下江哥妈妈 那江哥妈妈呢 也开出了一个叫左岸之家的小店 那这个另外就是他的 抖音的这个橱窗里面 放了344件商品 那么多商品 所以很多网友表示 我支持江妈妈带货 他也需要生活 江哥也希望妈妈能过上 好一点的生活 那些喷子闭嘴 但是这个事情 确实背后隐藏着很多 这个人性啊 这些冲突 所以我不知道 您是否支持江哥妈妈 上网直播带货 您是否希望江哥的妈妈 今后能过上更好的日子呢 中文字片 中文字幕并且等待